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五 华香北全新机也有猫腻 同样的全新机却可以相差上千的价格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的可以把视频看完 我来告诉你 OK你们所看到这一堆机器 它都是全新的 iPhone 12系列以上 同样的是全新机 价格却369的 和华为国产机 它们可能更不一样 因为它们的全新机都是真正的全新 而华为的全新还可能是翻新 因为有很多机停产了 但是这些全新机 它有全新机的价格 二手机有二手机的价格 有的全新机就和二手机一个价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是为什么 拿一个机器来对比一下 我们的12Pro Max 这个也是12Pro Max 两个机器都是256G的 都是全新成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台机器 还有这一台机器 两个颜色甚至都一样 但是它却不同的价格 这台256G的机器 新机拿货 目前是7650米 这台机器哈 都是全新的 可以看一下 它这有横条 是正常的哈 因为我们拍照效果 它的赫兹没达到 都会有那个横条 这个目前是7650米 全新的黑解的 和无所一样的使用哈 解锁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也是256G 同样也是全新的橙色 边框等等 都是全新屏幕呢 有滑痕 但它的这个滑痕比较深 看到没有 它这滑痕是比较深 类似一个坑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两款机器的价格 却相差甚遠 这款拿货7650米 这款拿货6900米 同样的机器 就因为这个匣子 相差了七八百 甚至这这款128G的全新机 拿货都要7250米 而这款256G的 却只要6950米 这是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匣子 所以在市场拿货 千万紧记 这个视频只会告诉你 内存大的 它不仅是最贵的 但是橙色漂亮的 它绝对是最贵的 同样的机器 不同的价格一个内存和一个瑕疵 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华强北这个地方的价格 已经透明到不能再透明了 所以说并不是机器的价格贵 而是机器真的是不一样